因為疫情逐漸被控制了 所以指揮中心是動態調整儘管措施 陸委會主委邱泰三就宣布 基於活化兩岸的經濟往來 所以從幾日起 開放中國人士來台從事商務旅約 或者是跨國企業的內部調動 並將因情勢的發展 分階段的循序恢復交流 除此之外也將會同指揮中心 來評估恢復中國的人道探親往來 而對於中國祭出了農林二十二條對台政策 邱泰三是認為這屬於對方的單方面思維 而國安局長陳明通則是評估 這不切實際 後疫情時代兩岸要春暖花開 陸委會主委邱泰三上任後的首場記者會 先拋出善意 即日起開放與中國的商業往來 並依情勢發展分階段 循序恢復交流 也將會同指揮中心評估 恢復中國人道探親等人員往來 基於活絡兩岸經濟往來活動 那陸委會建議大陸人士來台從事 商務理約以及跨國企業的內部調動 似乎可以評估 那經過總統跟院長的指示之下 疫情指揮中心就洽各機關來延長 之後即日起 他就可以提出這樣的一個申請 隨著疫情逐漸受到控制 指揮中心動態調整儘管措施 邱泰三不只向對岸遞出橄欖枝 還提出三個呼籲 包括停止在台海周邊的軍事威脅 相互尊重務實對話解決問題 以及為開展交流做出相對的努力 而中國對臺灣鳳梨下禁令 又推農林二十二條措施 頗有統戰意味 邱泰三認為這是對方單方面思維 國安局長陳明通認為 農林二十二條不切實際 而根據陸委會統計中國為了截取台灣的農業技術與經驗 一九九七年以來總共批准建立十五個兩岸農業合作實驗區 二十八個台灣農民創業員 其中福建的六個創業員引進台資將近十二億美元 年產值超過六十億人民幣 但農委會也提醒不能不小心 高端的蘭花產業或者是養殖漁業這個部分 結果一開始當你整套技術被學走了以後 透過增資把你的資金稀釋 其實到最後技術學走了以後就就 技術也沒了資金也沒了 農委會副主委陳俊暨強調 面對中國技術過去並不可怕 但技術跟品種一起過去造成系統性的流失 確實必須要重視 記者綜合報導 謝謝你